老八的人氣已經煩超愛麗同學了嗎? 劇情中有哪些編排會讓觀眾覺得老八超婆? 以至於讓他能和愛麗同學同台究竟呢? 如果是本質中的敗權女主角會用哪些手段逆轉局勢呢? 大家好我是肥仔 本季的醉婆女主角候選人之一 絕對能加上敗北女角中的八那件杏菜 俗稱老八 首先我們來看看老八的人氣能逐漸攀升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老八的各種搞笑行徑 手機就先表演偷喝喜歡的人的飲料給大家看 當下我也真的跟主角想的一模一樣 不是哥們 你至於嗎? 還有非常經典的兩種女生論 女生只有分成青梅竹馬跟狐狸精 當然像是海踏或是4K等等的梗也非常經典 因為這些簡單都能快速讓大家了解老八的梗 在各大社群平台上面瘋傳 大家先對老八有了個有趣的女人的印象 真的因為老八跑來看了動畫之後 又會發現重點是對主角真的挺溫柔的 中午吃便當時期本來主角以為這只是暫時性的 只要老八的分期付款成功結清 兩人的關係也會像是趙魚哥微薄的薪水那樣 會隨著時間自然消滅 沒想到老八說自己挺開心的 不希望這段關係就這樣結束 並沒有把跟主角的這段時間當成是一種處罰遊戲 原來老八覺得跟我吃飯很開心啊 男生就是這樣 就算對方嘴上說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只要是異性施加到自己身上的溫柔 別人可能覺得那也沒什麼 對於當事人來說 那可是比在外面曬半天太陽之後 一腳踏入冷氣房更有感覺 之前在愛莉同學的影片裡面有提到過 現在觀眾最喜歡的是 預設好感度直接突破天際的女主角 老八雖然不是預設好感度就這麼高 但和主角間的關係 透過一系列事件的培養變成穩重向好 不像愛莉那樣 會因為某些事情突然狂暴化 魔音聲發作等等 不會對主角使用暴力 精神狀況十分健康穩定 在老八好感度已經不低的情況下 又幫老八加上了 對主角互暴有戀愛情感的標籤 這反而會讓大家有更多的聯想 雖然他說對我沒有感覺 可是他對我這麼好耶 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沒機會吧 他今天喝了我喝過的飲料 肯定是在暗示我吧 就像為什麼有人說 半拖才是最有吸引力的 因為他巧妙地運用了人類最大的超能力 想像力 看不到的地方可以透過腦補 擅自王自己喜歡的方向解釋 比起作者直接寫一段描述 告訴你老八如何如何 不如把完善老八形象的工作交給讀者自己 大家都可以獲得心中獨一無二的限定版 這個手法不得不說挺有意思的 更有意思的還有這個 歡迎我的英雄學院劇場版正式上映 大家的好朋友 不可我可推出特別企劃 9月7號到10月11號 電影特製書架免費領取 其中就包含了綠谷 爆豪烘膠洞等人氣角色 同時加碼在領原作限定的100元優惠券 沒看過漫畫原作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 趁這個機會趕快購入漫畫原作來完成你的收藏吧 這邊還要再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9月21號到9月23號 不可可全館七九折起 消費滿1000元可以再想八八折 現在就登入不可可清空你的購物車吧 除此之外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還能再拿一張粉絲專屬百元優惠券 不可可上的本質庫存也非常多 而且都有翻體中的翻譯 相當適合各位老司機們好好品味一番 再說一次 9月21到9月23全館七九折起 消費滿1000元再想八八折 馬上點擊資訊欄的相關連結一談就近吧 老八以外的女主角們塑造的也不錯 有著小麥色肌膚的檸檬 加上酒精鍛鍊的身材 和老八有著不同方向的吸引力 檸檬輸的真的冤枉啊老實說 曾經和喜歡的人算是彼此喜歡 但是沒有在對的時間點採明心意 最後只好愛人就錯過 被平行世界的高木同學整管端走 和主角同屬文藝部的小菊 雖然沒有太多搶眼的特徵 加上動畫似乎砍了很多小菊的劇情 我個人覺得他是動畫中最可惜的一個角色 合作的時候跑去跟學長自爆算是表現的巔峰 說勇敢是真的很勇敢 也不管是不是告白之後 大家的氣氛會變得尷尬 反正老子今天就是要跟你抱了 最後的結果竟也意外的好 跟學長姐的關係不只沒有降到冰點 三個人之間的聯繫還是非常緊密 有一種爸爸媽媽帶小孩一家三口的味道在 自爆完之後有一段時間變得有點像是搞笑角色 主要的作用是專門拿來發出一些怪聲 跟主角的互動還是有不算完全神意 和學長之間的感情描寫相比另外兩個角色 可能是因為篇幅過短顯得沒那麼強烈 後續在玄技一肩扛起文藝部活動的重擔 又讓小菊的股票打開紅盤 這邊可以加碼再提一下主角的妹妹 從妹妹短暫登場的幾個鏡頭可以得知 整部片行動力最強的應該就是妹妹 疑似會跟蹤哥哥 把握哥哥的交友圈 原作後續還有更多更虧賊的操作 像是對哥哥下安眠藥而且還不只一次 劑量越下越多越下越大 主角可能因此產生了很大的耐受性 跟老八第一次見面的面試也是佈局之一 面試當然有想要了解老八的要素在 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妹妹想培養一個傀儡政權 她想看看老八是否就是那個天命人 如果老八有被妹妹操控的支持 能成為第二個圍棋法國 接下來也很簡單使用各種地下手段 讓主角跟老八交往 之後就能實際上的獨佔哥哥了 看到這邊就知道 妹妹對哥哥產生的不只是親情 那你說親情以外還有什麼感情 不知道呢 可能是三分之一純情的感情吧 拜扁女角的故事多以誤會為主軸 老八誤會主角對自己有獨特的感情 以為在學校頂樓要被主角告白 結果主角真的只把老八當朋友 當學校在說老八跟主角的謠言的時候 主角誤會這樣會對老八造成困擾 所以主動提出要和老八保持距離 沒想到卻傷了老八的心 主角有一次被老八酷去咖啡廳 假日 兩個人一起 咖啡廳 聽起來就像糖 香料美好的味道一樣 是構成約會的必要條件 結果到了之後才發現是老八抱怨大會 主角跟主角人都是老八 主角是那唯一一位活搖 要參加閉門會議的幸運兒 跟幾個女主角產生的幸運福利事件也算 讓主角誤會 該不會對方真的對自己有好感吧 女主角們的戰敗事蹟也多半和誤會有關 或許人生就是各種誤會組成的吧 有人曾經說過 賣座的搞笑藝人分成兩種 一種是真的好笑的 一種是誤以為自己很好笑的 誤會對於一個人來說的影響力真的就這麼大 接下來就說說假設你轉身到了本質裡面 變成了一位敗北角色 你應該要怎麼操盤 才能幫自己爭取到更好的結局 首先我們有一種流派 崇尚閃電戰 利用大量的輕型裝甲車單位 衝進敵人的陣線 透過高機動性和火力 在戰鬥演變成消耗戰之前 立刻與對方角落高下 講人話就是女主角一察覺到事情有那麼一點不對勁 馬上會衝上去和主角告白 確認彼此的心意 哪怕對方最後把自己狠狠的拒絕 那也算是給自己一個痛快 青春沒有售價 體驗就在當下 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後 發現自己後悔了 哎 要是當初有告白就好了 還是怎麼樣的 與其等老了再來哀怨 不如直接一翻兩瞪眼 師同傳奇敗北女主角小曲 跟他爆了 也有那種放長線吊大於行的 喜歡的人跟別人交往 沒事 問題不大 我只有其他方式讓他和女朋友分手 最後他會想起來 是誰能讓他永遠依靠 是誰永遠能當他的港灣 其他女人都會害你 只有我是真心的對你好 這種的意不在手術 這樣的設定很常會搭配併交系的女主角 這個玩法的優點在於容錯率高 你幾乎可以無限次的失敗 只要從無限的排列組合中找到正確的選項 缺點也很明顯 很花時間跟精力 如果對自己的操作有自信的玩家 建議可以直接加點閃電戰相關的天賦和技能 後來我還真的找到一本在講敗北女主角的本質 瑞希跟創從小就是好朋友 感情好得有點過頭的那種 長大也是就讀同一所高中 但是瑞希喜歡上了同班的惠泰 惠泰疑似喜歡搬上的人氣寵兒 幼莫 瑞希只要把創當成免費的心理諮商 創當然也是對幼莫比較有感覺的 瑞希不過就是在一起的時間久了一點 真的只是這樣而已 隨著璇璣的開始 惠泰和幼莫還真的交往了 而且是幼莫那邊先告白的 告白的當下被瑞希和創給目擊到 不只是告白 惠泰和幼莫完全沒打算隱瞞交往的事實 大方承認目前正在交往 在學校內部一些比較偏僻的角落 本來是瑞希和創鬥流的地方 現在也被惠泰和幼莫糾戰雀巢 自暴自棄之下 瑞希就拿創來泄憤 所以說好像該做的不該做的都處理過一輪了 創覺得不如乾脆就讓我們兩個剩下的湊一隊 畢竟人總要有個地方去嘛 但是瑞希最後拒絕掉了 故事轉瞬即逝 怎麼說呢 有點像是不那麼正面的敗美女角吧 既沒有走出失戀的悲痛 也沒有找到其他可以安慰自己的人 看完之後心情有點微妙 接下來想通常加印一下老爸的聲優原野光 算是比較新生代的聲優 此前有飾演過的主要角色比較少 其中一個還是2.5次元的多媒體企劃 突擊莉莉 在裡面飾演的是一個叫王宇嘉的華裔冰島人 聲優除了動畫配音之外 真的回去跳舞台劇 突擊莉莉的故事還挺有趣的 目前世界上出現了一種叫Huge的怪物 只有一群大概高中生年紀 被稱作莉莉的人們 擁有和Huge一戰的能力 王宇嘉就是眾多莉莉中的一員 跟王宇嘉同一間寢視的是一個叫郭神林的台灣人 啊 台灣人 橫手動畫作品會出現台灣出身的主要角色 仔細看這位郭神林的設計竟然暗藏玄機 設定上是來自一個大財閥的家庭 來自台灣 姓郭 大財閥 那不就只能是我們的good timing了嗎 既然有台灣人就讓我有點好奇 在那個世界觀下的台灣是個什麼樣子 一查發現最初的Huge巢穴出現在台北 啊 已經淪陷了嗎 那沒事了 突擊莉莉算是百合度很高的作品 動畫ED有一幕還是王宇嘉和郭神林疊在一起 這個時候的歌詞剛好是 每當感受到生命的時候胸口都會劇痛 所以感受生命就變成了一種帶暗式的黑話 喜歡原野光跟百合的話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了 覺得內容不錯的話可以訂閱按讚加分享 或是透過超級感謝功能小個贊助哦 下收看我是肥宅 下期見